當初會寫這首歌的原因也是一個切記 就是那時候我的學姐剛好需要我幫她 創作一個相關主題的一個歌曲 那她的這個影片的內容主要是在講說 一個男生他的媽媽從小告訴他 你在這個社會上你的價值觀應該要怎樣 那好人要做好事才會有好報 壞人都會有就是會有報應這樣子 那可是等她長大的時候她發現 這個社會上似乎不是是這個樣子 可能這個社會上很多發生的事情 你覺得是主觀上面認為是不合理的 可是其實它就是發生了 你就會開始想說這個東西真的是不對的嗎 那從頭到頭我們認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到底是真的是怎樣 主要表達就是一個對這個價值觀的一個質疑這樣 主要是否來的道理總有太多 為什麼我就非要跟著他走 忘記你又真的知道為什麼 他們說的你在想的是不是一定是對的 對和錯往往就只有一線之隔 該如何定義那誰是好人壞人 就想到他我能不能被灌輸著 真的假的對的錯的都全盤 接受了我這世界 當這世界越來越虛偽 千千的規則都推翻了 頭腦深處我才捨得 你到了最後了我才懂得 這一切沒有最不貴 這世界在一切就是怕你落落 很不敢面對在這世界 沒有事與非大力 是冷心的虛偽 當我看走了這無奈 到底還有沒有未來 到底什麼才是好壞 又為了什麼才存在 在這混沌瘋狂的年代 就是怕你落落 而不敢面對在這世界 在這世界 沒有事與非大力 是冷心的虛偽 謝謝 謝謝